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开放台湾人民到大陆探亲 那天是11月2号 因为探亲而使得人民有更多的接触 让大陆人民也开始对台湾有了更大的好奇 因此许多人就希望到台湾来打工赚钱 甚至于用非法偷渡来台的方式来进行 可是两岸官方根本没有办法对话 所以我们还是跟开放的探亲一样 找红知识会来担任这个角色 会长你可不可以把当年的情况 跟我们回顾一下 是的 其实刚才总统谈的这一段过程 应该大家都蛮能够记得得 那就是因为两岸开始探亲 那么我记得总统当时是担任研考会的主委 兼这个行政院大陆工作小组 汇报的执行秘书 在当年也就是79年 1990年的时候 发生了两次至少重大的这个我们说事件吧 也就是当时大陆托渡客来了 我们必须要把他们送回去 可是两岸政府没有任何接触的管道 当时不得已只好用原船遣返的方式 可是大陆的托渡客这种来的这个船 基本上船的本身就已经是破烂不堪 那么原船遣返的过程之中 就发生了至少两次的事故 这个事故就造成了有几十个人这个死亡 那么当时政府立刻决定 赶快把这个问题希望能解决 那么红知识会当时的角色 就已经在探亲的时候 担任这一个寻人啦 转信啦等等这些工作 所以我们跟大陆的红知识会之间 已经有了沟通 也就是说政府跟政府 没有任何接触的状况之下 红知识会当时是唯一的一个单位 因此对于这个如何去解决 遣返大陆托渡客 安全的让他们能够回到大陆这件事情呢 那么当然也就提了 红知识会是不是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刚才讲到大陆很多人希望到台湾来工作 有的是用偷渡的方式 当时台湾有了一些犯了罪的人 黑道 他潜逃出境就跑到大陆去 因为两岸不通话 所以他就在那边逍遥法外 大陆也不晓得他在台湾犯过罪 所以就变成为一个犯罪这个庇护所的感觉 所以金门协议就希望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 那除了遣返 我们遣返偷渡客 他们呢就遣返刑事犯跟刑事嫌疑犯 这样的话就变成双方都能够从这个金门协议当中呢 得到一些好处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这个回忆一下 当初决定 郝院长决定 由红知识会来谈 你怎么样去跟他们建立好这个谈判的这个架构 然后在金门开始进行 我的回忆中应该很确定的 就是当我们跟对方红知识会谈 说我们希望做这件事情 那么如何能够用人道的方式遣返回去的时候 他们二话不说 他们说他们非常愿意跟我们谈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哪里谈 我记得那是一个周末 那么我跟院长报告大开的进度 当然在那个之前 我相信跟你跟施奇亚先生也报告过 那么院长提到 我就说我们究竟去哪里 我们现在还在考虑这件事情 那郝先生当时他说 为什么不到金门来 可是总统我想我们都记得得很清楚 民国七十九年 事实上金门或者是台湾 判乱时期还没有终止 金门是战地 那么共产党啊 也就是我们大陆红知识会的朋友 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 我相信都是吧 我也没机会问他们 那么我如果跟共产党员接触 那么同时又在金门接触 那是核整的危险的事情 也就是这涉及叛乱 我当时在电话的另外一头 我就说 我说院长是真的吗 他说为什么不可以 我转念之间想 哇金门真是一个好地方 因为第一个它非常的机密 非常的隐秘 因为我们谈这个东西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 虽然是人道这个平安的这种安排 但是究竟如果事先就公告出去的话 那么对于谈判的这一个内容啊 那么当然会产生不必要的困扰 或者谈判的进程会产生困扰 所以当院长这么提 在电话的那一头那是礼拜天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我还跟院长说 我说你确定 他说当然 那我就说院长 如果可能的话 您决定是不是跟这个李登辉 李总统啊 那么也提一下 院长说 他说好 礼拜一在告诉你如何 那我说好 如果您决定之后 我们再通知对方 这是大开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是非常睿智的一个决定 我也看得出来 你真的是非常小心啊 把所有的环节都想清楚 你知道吗 陈会长 你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把金门这个地方的属性做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我愿闻其想 民国38年10月25号 这里是古宁头大节的发生地 大节 民国47年的8月23号 这是823炮战的发生的地区 对 这两个都有很多人的死伤 没错 换句话说 过去这是一个杀戮战场 对 但是金门协议之后呢 开始把它一步一步的带往和平的广场 那你现在可不可以谈谈 你们谈判的过程很困难吗 谈判过程我想也是如刚才总统所说 杀戮的战场变成和平的广场 金门固然是一个很特殊的地点 可是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协议的背景 以及协议的宗旨跟目标 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本于人道的原则 用最安全顺利的方式 把偷渡客 能够很快的送回他自己的家